介紹一個很有風格的斯文托款 這是一個假兩件的設計 我配了一個斯文D的西褲 也是我們王牌的推介 這條褲的質地是褲管打結 拔出來都是沒有痕跡的 非常順滑易打理 一個彈性度相當好的西褲 大家可以去我們的網站 下身的分類都是找到它的介紹 這個托款有兩個顏色 底色大家都是一樣的 一個是深藍色 一個是橫色 淺橫色 一個是Layer的Style 這個設計再精緻一點 你會見到在格子的網步上 那個膊位的側骨位置 相連是有一個收下去的效果 做一個小背心的配搭 對 一點像小背心的配搭 手袖甲圈都是偏寬鬆的 它這裏也有一點打雜 做一個小小修身 修飾 細細的效果 微微泡泡的 這個也做得挺漂亮 其實三身整件都是比較寬鬆的 因為都是這句 前後布質都是沒有彈性的 所以整體上都是偏寬鬆的 因為它偏寬鬆 但你這樣看也不會覺得很累贅 又不會覺得很… 對 因為它在薄位一邊伸延 這樣斬鬆 它的焦點你只會看到這裏 因為你的集中位 注意位落在這個背心效果上面 你會見到這些位是撕掉的 撕掉了 所以就不會覺得 有這麼大劍嗎? 或者其實你個人的視線已經集中了 在這個位便會有一個顯瘦的效果 加上這裏也是一個佔收下去的遞減的線條 對 那這裏就收得很漂亮的 那如果放鬆了 對 那也是挺長身的 就是差不多半褹的效果 對 那我看看自己習慣 喜不喜歡攝衣服 那我自己拍照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… 襯了我同一個色彩的 我是覺得這樣襯是很漂亮的 很斯文 整個皮質感是很強烈的 不過我想展示多一個風格給大家看一看 那呢 那我想展示這條裙出來 那所以我現在很快 很快地換了它 那等我一會 我都會繼續說話的 那不要以為我關機了 那我都相信我換下身是換得快 我上身的 那所以等多五秒就應該OK的了 一二三四 一點點… 一點點… 對 好 再來 那這樣就換了這個裙 我記得我拍照是這樣展示出來的 不過鞋好像不是穿這一對 大約是穿回這個 或者穿回後低一點 這樣展示同一個色彩 我記得是有襯BELL的 這樣 就立刻是非常LADY的Style 都近似的色調不是完全一致的 因為我這個是CREAM的米黃 這個是橫一點的冷色一點的橫色 這個是WARM一點的暖色系一點 所以顏色上未必去到完全的同一個色調 但是是配得到的 是配得出來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配搭 再配上這個大象灰的效果 相當之柔和